动物袭击人类的不幸案例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不可能把每一次袭击都列入这份名单内 大家好,我是阿蕴 今天我们聊最疯狂的动物袭击人类事件 黑猩猩Travis Travis是一只重达200磅的雄性黑猩猩 因出演过许多美国电视节目和广告而闻名 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和老海君的广告 你可能知道黑猩猩非常聪明 Travis也一样 他可以用钥匙开门 在餐桌上吃饭甚至画画 然而在2009年2月16日 这只可爱的家养黑猩猩突然发飙了 他恶毒的攻击了Chara 他是黑猩猩主人Sandra的好友 当Travis看到Chara拿着他最喜欢的玩具时 Travis残忍地殴打了Chara 撕下了他的手、鼻子、嘴唇和眼皮 主人Sandra试图阻止黑猩猩 他用铲子打他 并用小刀刺了他几刀 然后报警 然而 这只雄性黑猩猩变得更加愤怒了 最后当警察赶到时 向黑猩猩开了树枪 才结束了这场血腥的浩劫 鳄鱼先生之死 史蒂夫·欧文是澳大利亚一位野生动物专家 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动物纪录片《鳄鱼猎人》 2006年他在澳大利亚的大宝礁拍摄纪录片时 欧文被短尾红刺中了心脏 无幸身亡 他的死让人大吃一惊 这一切被摄影师Justin拍到 欧文从后面接近这条8英尺宽的短尾红 以便拍摄他游走的过程 然而 这条短尾红突然一个转身 尾巴的毒刺 刚好刺中了欧文的心脏 尽管人们努力抢救欧文 但他还是因伤事过重 流血不止 被宣布死亡 年仅44岁 据摄影师Justin说 欧文的最后一句话是 在印度每年约400人和至少100头大象死于对抗 早在2007年 印度南部卡拉拉邦发生的大象袭击事件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象袭击事件之一 造成一人死亡 20多人重伤 在印度的节日庆典上 经常能看到大象 在2007年4月的一次游行中 一头大象突然发疯 并横冲直撞 留下满目疮痍 这头大象首先在节日期间 袭击了另一头大象 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训兽师身上 训兽师为了控制大象 从大象身上摔了下来 这头大象随后杀死了他的训兽师 并抬着他的身体 同时继续暴力横冲直撞 撕裂人群 造成多人受伤 鲁德拉普拉耶格 十人炮 臭名昭著的鲁德拉普拉耶格 是一只雄性十人豹 据称在印度已经杀死了超过125人 直到1926年最终死亡 第一个受害者是在1918年 这意味着十人豹八年都没有被抓到 这只豹子偏爱吃人肉 会破门而入 跳窗 爬墙 把人从家里拖出来再吃掉 由于该地区的猎物稀缺 人类很容易成为报纸的替代品 库尔卡人和英国士兵 甚至猎人 陈述十次追踪和杀死这只报纸 然而他们都没有成功 甚至使用大量的捕兽夹和毒药 来尝试杀死这只报纸 也失败了 最终 当时的英国政府 为了杀死这只报纸 提供了奖金 著名的传奇猎手和作家 吉姆科贝特 在1926年5月2日 经过十周的狩猎 成功地杀死了豹子 在1945年1月26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和印度军队前往缅甸海岸外的蓝离岛 以便在该岛上建立空军基地 但是他们遭到了日军的激烈抵抗 随后发生了二战 经过一场漫残而血腥的战斗 盟军设法将日军 赶进了茂密的红树林沼泽 大部分日军最终在那里遭遇了灭顶之灾 不幸的是 对于逃亡的人来说 他们并不知道 蓝离岛的红树林沼泽 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 万二的家园 他们可以达到七米长的大小 在红树林沼泽里 人们听到了零星的步枪射击声 以及被巨大的爬行动物 得下饿 压碎的痛苦尖叫声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日本士兵 进入了蓝离岛的沼泽 然而 根据参与战斗的一些英国士兵的说法 大约有1000名日本士兵 进入了沼泽 只有20人活着出来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 也将其列为 世界上最严重的鳄鱼灾难 阿温也有听说过 这只是一场世纪谣言 至今也流传了75年 你们呢 是否相信有这一场 鳄鱼吃人事件的发生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